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课室 也是四岁半 宽阔的教室是孩子上课的小天地 也是马来西亚淡边即将开办的第一所 慈祭大爱幼儿园 借由这样子的大爱幼儿园 让淡边这样子一个很有乡土的一个地方 更有那种单纯啊 然后善良的那个情怀呢 再继续继续的发展 适合小朋友 就觉得可爱就好 每一张卡通图片可爱又亲切 要让小朋友喜欢上学 圆葬已开始布置每一个温馨的角落 给我本身我看到这样大洞的那个楼 我其实有点紧张 就问那个佩颖那边 有没有好像慈少啊 还是谁可以来协助 所以就一个电话问他们方便吗 可以啊可以啊 所以第一次永珍老师过来 是他们就很踊跃就说过来 老师来帮你们这样子 就想帮人谁都来哦 没有啊 有声音吗 这个声音吗 没有 没有 开办学校设备要好 师资也很重要 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老师更不吃劳苦 到马六甲接受在职培训 就我希望把这里的一套教学 比如人文教育生活教育 全部学起来 然后把他带回去淡边 教导淡边的小朋友 嗯 这样子 OK 可爱的卡通人物笑着招手 要在今年六月迎接第一届淡边大爱幼儿园的学生 带新闻吕佳佳中建民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